话说特斯拉这次是真给力 他们那新的Model 2生产线 简直是又一次把汽车这行的天花板给捅破了 这次牛掰的可不光是车造的快 更厉害的是 他们把整个造车的流程都给优化了一遍 这才是真本事 并且安装清晰明亮 特斯拉以公开宣示其宏伟目标 计划每隔短短的19秒便下线一辆Model 2 然而一个关键的疑问随之浮现 在追求如此惊人生产效率的同时 如何确保产品质量不受丝毫影响 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将在今天揭开神秘面纱 敬请密切关注 切勿错过接下来的重磅内容 因为我们将独家揭秘由 埃隆·马斯克亲自推动的全新GIGAPRESS 一台特斯拉极少对外展示的 令人震撼的5万吨级巨型压筑机 请务必点击定 月并开启提醒 以便及时获取我们的深度解析 了解特斯拉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达成 这些令人瞩目的里程碑的 根据多家供应商和早期无人机影像的披露 特斯拉在其即将启用的超级工厂附近 正在构建一条全新的Model 2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的核心在于前所未有的自动化水平 其先进程度甚至超越了上海超级工厂 泄漏的工厂布局图显示 两条平行的装配隧道 由一系列高度同步的机器人单元提供支持 这两条隧道协同运作 旨在以大约每19秒的速度 完成一辆完整车身的组装 这意味着理论上每小时可以生产189辆汽车 年产量有望突破100万辆 这一惊人的生产效率是基于每天14小时 每周6天的工作安排计算得出的 作为对比被誉为全球最高效生产线之一的 丰田卡罗拉生产线 每辆车的组装耗时约为57秒 特斯拉的新系统通过整合多道生产工序 并实现高度同步化生产 将速度提升了近两倍 颠覆性的制造工艺 Model 2的车身框架不再采用传统的顺序焊接喷漆流程 而是采用了模块化整体铸造技术 仅需两台巨型压筑模具 分别负责铸造前部和后部车身的主要结构 在短短数秒内 这两个部分即可与中央电池底盘精准卡扣组装 据了解这项创新性的模块化卡扣技术 自2022年起便以红木计划为代号 进行秘密研发 19秒的生产周期 所以令人瞩目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其所采用的巨型冲压设备的规模 相较之下 传统汽车冲压机的运行周期 通常在2000到20000秒之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19秒生产周期的实现 依赖于特斯拉所使用的超大规模冲压设备 传统汽车冲压机的工作范围 通常在2000至6000吨之间 而特斯拉弗里蒙特和上海工厂 目前使用的巨型压设机 其所磨码高达约5000吨 比上一代设备提升了近6倍 这标志着压设工艺 在物理性能上的根本性飞跃 如此巨大的吨位差异至关重要 因为它意味着可以铸造更大 更复杂的单一部件 并实现更薄的壁厚 和更精密的几何结构 理论上 一台5万吨级的压设机 可以制造长达约20米的结构件 壁厚甚至可以薄质约0.2毫米 这些尺寸在此前需要 数十个冲压件和焊接件组合 才能实现 这直接带来了更少的零部件 更少的紧固件 更少的潜在故障点 以及装配时间的显著缩短 智能同步驱动高速生产 实现19秒生产节奏的关键 不仅在于更快的机器人 更在于更智能的同步控制 特斯拉正在部署 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 传送带控制系统 使得机械臂之间 能够进行直接通信 并基于摄像头反馈 在毫无S级的时间内调整运动 据早期知情人士透露 该系统能够将生产线的闲置时间 缩短高达65% 与上海超级工厂Model 3的生产线相比 其核心软件内部代号 Autoline OS 能够根据上游公位的状态动态 调整生产速度和扭矩 这意味着整条生产线 如同一个高度自适应的有机系统 而不再是各自独立运作的 机器人集合速度与精度的统一 那么如此之快的速度 是否会牺牲生产精度呢 答案可能并非如此 新的生产线采用了激光引导光学校准技术 该工艺能够实时检测 每辆车超过1200个参考点 从而取代了传统生产线末端的人工质检环节 特斯拉的算法 能够实时修正生产过程中的偏差 将质量保障深度融入生产流程 从而实现近乎零公差的制造 其公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 堪比航空制造标准 铸造与中装的革命性融合 巨型铸造与最终装配的融合 是特斯拉带来的又一项行业变革 在传统工厂中 铸造、热处理和装配 往往在不同的地点进行流程繁琐 而特斯拉的新工厂布局 将5万吨级的巨型压机 设置在距离主装配线仅150英尺的地方 自动运输车在部件仍保持 约150摄氏度高温时 便利用余热进行热装配 这项技术借鉴于航空航天领域 确保零件在安装时因热膨胀 而实现更精确的配合 冷却收缩后仍能保持精密公差 19秒的装配周期意味着 特斯拉或许仅需两座超级工厂 即可实现与丰田卡罗拉相当的年产能 这不仅仅是生产速度的飞跃 更是一次结构性成本的重大突破 每节省一秒的生产时间 都将显著降低电力 人力和设备折旧等方面的成本 马斯克一直以来的目标 是让制造机器的机器 比其制造的汽车本身更具价值 Model 2的生产线 或许终将使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试想一下 未来购买一辆全新的特斯拉 可能只需要短短的19秒即可完成制造 最新消息显示 特斯拉Model 2的生产线 在速度上有了显著提升 更令人瞩目的是 其布局和工作流程 与现有任何电动汽车的制造工厂 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据内部人士透露 这条生产线采用了无箱式设计理念 这意味着以往大型封闭的工位 以及各种墙壁和屏障几乎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在开放的模块化环境中 协同运作的机器人和传送带 这种设计使得特斯拉 能够最大限度的缩短物料运输距离 并显著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可见性 实际上这种创新性的流程 有望将车辆在各个工序之间的转移时间 从原先的7到10分钟 大幅缩减至短短的90秒以内 无隔间的工艺从本质上对汽车制造业 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设计理念提出了挑战 自亨利福特T型车生产线诞生以来 汽车工厂一直将生产过程 划分为独立的工位 例如车身车间 喷漆车间和总装车间 并且每个工位通常都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 配备特定的受控环境 过去这种隔离是必要的 因为不同的生产环节 对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焊接会产生火花和烟尘 喷漆需要无尘洁净的环境 而总装则需要适宜的温度 以保证粘合剂和密封剂的性能 特斯拉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在微观层面 实现先进的环境控制 来消除这些隔离的需求 他们不再采用整体建筑隔离的方式 而是围绕特定的生产环节 创建局部的环境控制区域 例如高精度的激光焊接 在一个可移动的洁净舱内完成 这个舱体会随着车辆的移动而移动 喷涂则采用静电沉积技术 在紧凑型的移动喷气房中进行 而电池的安装则在一个湿度 维持在15%的气候控制舱内完成 以防止冷凝 这种模块化的环境控制 意味着车辆可以持续的在工厂内流动 而无需因为环境的转换而停顿 根据工业工程模型的测算 这一概念可以将总装配时间 缩短22%到28% 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 在于特斯拉电池的集成方式 过去的车型依赖于 劳动密集型的电池模块插入工序 这通常需要多次升降和人工对位 而新的生产线据称将 2170电池组 直接集成到底盘的输送带上 通过同步的机械臂 一次性即可搬运高达850公斤的电池组 配合激光定位系统 和实时扭矩调节技术 可以确保电池安装的精度 达到亚毫米级 相比之下宝马爱飞和爱飞的生产线 仍然需要独立的电池工位 每组电池的安装耗时在12到15分钟 另一项重要的创新是 巨型压力机的定位与对齐系统 传统的工厂需要多名操作员 和复杂的夹具才能完成焊接工序 而Model 2的生产线 采用了双巨型压力机的配置 每台压机分别成型前后车身的半壳体 然后再像拼图一样滑入底盘 这些部件在铸造过程中 就已经预先校准和加固 从而可以省去数十道焊接工序 行业专家估计 这种方案可以降低每辆车 大约30%到40%的劳动力成本 以及潜在的质量缺陷 特斯拉的自动化 不仅仅体现在机器人应用上 其人工智能监控系统 能够持续追踪每辆车超过2000个数据点 从油漆的年度到电池螺栓的扭矩 任何异常情况都会触发生产线 自动减速或进行微调 响应时间甚至不足两秒 而不是像传统产线那样 需要停产整条装配线 这种预测性的修正系统 借鉴了航空航天制造 和高频电子等领域的技术 使得特斯拉能够在 极短的19秒周期内完成生产 最终的环境控制系统也得到了升级 无相体的设计 使得自然气流与害怕过滤的空气 协同作用 显著降低了喷漆区和电池供位的污染物含量 特斯拉的工程师宣称 这种配置可以降低70%的颗粒物干扰 不仅提升了涂装的质量 还延长了机械臂的使用寿命 减少了维护中断 使得生产线的实际运行率接近95% 这对于实现年产超百万辆的目标至关重要 特斯拉如何实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10597美元定价 同时保证卓越品质 初看之下 特斯拉竟然能以低于10597美元的价格出售汽车 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这家已生产高端电动汽车而闻名的公司 究竟是如何在不牺牲车辆质量的前提下 以如此低的成本交付纯电动汽车的呢 据行业内部人士分析 其核心在于垂直整合 高度自动化 以及大规模生产 从最初的材料环节入手 预计特斯拉Model 2将采用高强度铝合金 作为车身的主要材料 但与之前的车型不同 新车型的大部分零部件 将通过双千吨级的压柱模具一次成型 这项创新技术 极大的减少了焊接冲压和机械加工的成本 早期的成本分析显示 单个车身铸件能够取代 多达70个独立的板金部件 这些传统部件通常需要 单独的机器人焊接工序和质量检测环节 仅仅节省下来的时间 以每道工序减少的几秒钟计算 就能直接转化为 劳动力成本的显著降低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 巨型铸造技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传统的汽车车身生产 涉及数百个冲压钢板 需要繁琐的多道工序 大量的存储空间和细致的检测流程 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 而特斯拉的千兆铸造技术 则通过单个大型铝铸件 简化了这一复杂的流程 形成车辆的整个后车身底盘 从而取代了70多个零部件 大幅减少了人工需求占用的厂房面积 以及装配所需的时间 这项技术能够将车身车间的空间 缩减高达30% 并将组装时间从原先的6至7小时 大幅缩短至90分钟以内 据估算仅此一项创新 每辆Model 2就能节省约 1100至1400美元的成本 在特斯拉年产量超过百万辆的规模下 这些节省的成本将呈现指数级的增长 在百万辆的生产规模下 电池成本成为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早期的电动汽车 依赖于模块化的电池包设计 其中包含数十个独立安装的电芯 据称Model 2将采用完全集成的2170电芯包 这些电芯将直接安装在传送带上 通过高度自动化的电池插入技术 与底盘精准对齐实现无缝连接 特斯拉通过这种方式 每生产1000辆汽车 就能减少12小时的人工 再加上与电池电芯供应商达成的批量采购协议 Model 2的每千瓦时电池成本 有望降至80美元以下 这一突破性的成本控制 使得Model 2的整体定价 能够牢牢控制在14000美元以下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在Model 2的低价策略 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 仅需19秒的生产循环周期 大幅降低了每条生产线所需的人工数量 先进的预测性 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有效预防高成本的生产线停机 维护与错误修正可以实时完成 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材料浪费 行业专家估计相较于上海Model 3的生产线 这些优化措施能够使每辆Model 2 降低1200至1500美元的间接成本 强大的量产能力 对于实现低价同样至关重要 特斯拉计划在其新的超级工厂 以及潜在的海外第二工厂 同时运行两条Model 2的生产线 目标是年产超过百万辆 这种规模化的生产 带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 电子元件 底盘部件 轮胎 以及内饰件的批量采购 将大幅降低单位成本 然而10597美元的目标定价 并非仅仅依赖于更低的劳动力成本 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特斯拉高度集成 超自动化的生产体系 以及精准实现的规模经济效应 这一定价目标也反映了特斯拉 在供应链层面的战略性成本工程 据报道 特斯拉已与旅供应商 签订了长期的固定价格合约 锁定了未来五年每磅 约82美分的巨型铸造级合金采购价格 这比当前同类航空级材料的市场价格 低了大约18% 类似低 特斯拉的电池电芯采购合同 也采用了基于采购量的阶梯定价机制 当年采购量超过500万克电芯后 每增加采购10万克 单价就可降低约12美分 鉴于Model 2预计的年产量 特斯拉很可能在投产后的4个月内 突破这一门槛 触发及时的成本削减 这些都将直接汇集车辆的最终定价 甚至在软件与电子系统方面 成本优化也是核心考量 Model 2并未沿用Model S或X的 全套传感器及处理器配置 据称Model 2的生产线 采用了精简版的AI模块 在保障基础自动驾驶功能的同时 实现了单车硬件成本 降低约1000美元 通过优先配置核心功能 和标准化零部件 特斯拉在确保价格亲民的同时 也保证了核心的驾驶体验 高效的物流环节 也为Model 2的低价策略贡献力量 无包装的生产线 最大限度的减少了 内部运输和仓储需求 降低了空间浪费和能源消耗 特斯拉内部人士透露 仅此一项 每年就可为每辆车 和节省350-400美元的成本 进一步支撑了其激进的定价策略 特斯拉新款Model 2系列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颠覆着汽车行业 从令人难以置信的19秒制造周期 到全自动化的无包装生产车间 再到令人震惊的10597美元的定价 如今的关键问题在于 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平价电动汽车的认知 其他汽车制造商能否迅速赶上特斯拉的步伐 还是特斯拉将继续保持其 近乎不可撼动的领先地位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这些极具价格竞争力的电动车型 何时才能真正驶入我们的城市街道 如果您认为这些分析有价值 请点赞支持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 开启小铃铛 及时获取特斯拉的最新突破性进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 告诉我们Model 2生产线中 最令您感到振奋的部分是什么 期待您的参与讨论